距离农历新年还有一个多礼拜 但不少民众都已经在准备年节的伴手礼 台中知名的蛋黄酥店一大早就陆陆续续 有民众出现来采购 有的民众还预先下订单大量的订购 店家说备货量增加了两成 就连零食牛嘎糖因过年订单送礼需求高 店内人力也增加了 蛋黄酥热腾腾才刚出炉 店家又忙着把新做好的放进烤炉 厨房每个人手忙到没停过 就要过年了 民众提早来台中这家蛋黄酥名店 要买半首礼 大包小包一盒又一盒 因为我怕过年 他们这里生意太好了 你不提早来的话绝对订不到 尽管距离农历新年还有一周多 但先买起来总没错 除了来排队强买的民众 优人是先来下订单大量订购 之后过年要送人再来取货 中秋节大档期后农历年又要忙一波 而且过年还无休 每天正常供应 今年抓的量大概都是在 往年的一到两成左右 另外抢手的还有牛嘎糖 这总共买了几盒全部啊 25 25盒啊 软硬适中的口感 不年牙越嚼越香 这边忙着包装 旁边电话还响个不停 还有海鲜起家的咸蛋糕 软绵绵蛋糕 加上咸甜层次风味 在地人就爱这一味 店家忙着补货上架 新年到半首礼少不了 民众提早买好 送礼自用 两项仪 记者中部 最后报道